郭台銘那時候怎麼嗆中天的記者 他嗆中天記者是什麼 去叫你們郭台辦下令 你們當郭台辦的走狗 自己選書還不認帳 這個其實是讓人家看不起 看破手腳 郭台銘曾經講過什麼 他那時候選舉 講了很多不該講的話 他大陸市場 大陸市場是他需要我 他說是我在給大陸人飯吃 他說你要我走 我二話不說我就走 是你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你 是你怕我不是我怕你 像是在2019年的時候 他把他的整個重型 蘋果的供應鏈 移到了印度跟越南 但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他現在又要把他移回了大陸 那也因此會不會在這個時間點 他又開始示好了呢 2019年的他投入國民黨總統 提名攪局就輸了 原本打算問頂周鴻寶座 但最後臨時喊咖 但是也已經攪亂了一池春水 這是他所謂的第二個誤判嗎 再來2019年美中的激烈對抗 民進黨政府要導向美國 造成了兩岸關係冰封 而他當時其實有曾經罵過國台辦 收入台商 現在到底要該怎麼圓回來 為了他的整體重心又要擺回大陸 在這一次他的談話可能很重要嗎 董哥 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我老實講 因為他是一個商人 那時候為了想從政 講了一些不該講的話 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 那我前幾天看林靜儀在嗆中天的記者 我就想起郭台銀 那時候怎麼嗆中天的記者 對不對 我也是記者出身 他嗆中天記者是什麼 去叫你們國台辦下令 他還戳胸口這樣 戳胸口對不對 然後你們當國台辦的走狗 那這些字眼其實大家印象都很深刻 就是為什麼 認為說我只要嗆共產黨 我就可以拿到立營的票 沒有一張都沒有 他這種政治判斷其實是非常糟糕 糟糕到什麼地步 糟糕到他參加國民黨的黨內出選 選輸了扯國民黨後腿 他到處去拉攏親民黨 拉攏民眾黨的那個對不對 然後去提名自己人 然後在那個地方 你如果照眼前來看 七億選舉 全國有七十三個選區 如果郭台銀沒有在土城這個區 支持李進營 沒有在這個綜合地區 支持他的人 還在他背上背書的話 這兩席都是國民黨的 我敢講啊 你把他票零零總總看起來啊 對不對 那你今天看到 你所有的政治判斷錯誤 自己選輸還不認帳 那這個其實是讓人家看不起 看破手腳啦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政壇上 也會看有這樣的人 可是 你最後都會被透氣的 厭賭服輸 這是 不管是江湖的規矩 或是政治上的 那現在其實最糟糕 你說紫金山這場會議很好笑 紫金山在南京啊 南京現在最新的台灣的工廠 是台積電 每天在富國神山 其實在大陸有兩座工廠 你知道嗎 啊你看 台積電好像跟蔡英文多麻吉 你還不是要到中國大陸去享受 去使用 他們最便宜的勞工 有紀律 然後有環保 而且有充分的電力 台積電很耗電啊 台積電一人用的電 現在是台北市的90% 然後現在還在增加 下來要變台北市的1.5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中國大陸對你來講 是有市場的嘛 那現在 郭台銘的情況 它其實是非常尷尬 因為他過去講這些話 每天羞辱郭台辦 那講到最後 現在你要回去了 為什麼 大家也很清楚嘛 2021年 上半年 在印度那邊的工廠 砍了一半 因為他那時候 把一些移出去嘛 那越南呢 越南那邊現在暫停 所以越南那邊的工廠也暫停 對他來講 其實外界有些東西 並不像他過去在中國大陸 做生意 做代工這麼順利 因為你到其他地方才發現 原來 原來很多事情 講坦白一點 就是中國大陸對台商 有很多浪力 有給你很多方便 那你要了解這些方便 因為他當你是自己人嘛 憑良心講啊 對不對 就好像那天 林黛化在質疑 在執行 執行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說他當初為什麼買我們鳳梨 因為他檢驗 比較隨便嘛 因為自己人 那我們 農委會 也需要 用這個來做業績 所以台灣外銷的 鳳梨 有90%幾銷到中國大陸 還有一個因素就是 因為太近了 我們東西銷 銷過去第二天就到很新鮮 你銷到其他國家 你要做那個 冷鏈的系統很不划算 林黛化是民進黨 他講的也是對的啊 大家都知道 中國大陸在浪力啊 那他裡面有 這麼多浪力的 你還要去削減他 郭台銘曾經講過什麼 他那時候選舉 講了很多不該講的話 他 大陸市場 大陸市場 是他需要我 他說 是我在給大陸人飯吃耶 大家記不記得他講過這話 都有錄影跟錄音啊 那有時候你看 現在要回去 你就會非常尷尬啊 他說你要我走 我二話不說 我就走 是你需要我 不是我需要你 是你怕我 不是我怕你 或有時候看這 政治語言 講了以後 其實還是會留下來 他要跟民黨學學啊 那怎麼硬拗回來 卓士金飛啊 特別是最近才剛發生 遠東集團 被罰20億的事件 那你也可以看到 徐旭東的一個表態的狀況 所以我認為他在 這次的峰會上面 他一定會做相對積極的一個表態 可是這個表態是一種 直接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 或道歉嗎 我認為以郭台銘這麼要面子的 他應該不至於會這樣做 而是會一種 就是表面上看起來富力彈簧 可是私底下 你從他的治理行間可以推敲出 他整個姿態放軟一種姿態 因為他真正的表態 我覺得是在私下去談的 那這一點我們不會在檯面上看到